怀孕期间的饮食真的是要格外的小心谨慎,如果不注意就会升级腹中的胎儿。 副科专家吴教授指出,以下四种食物千万别吃,否则会造成流产的风险。 1.怀孕期间千万不能吃的四种食物。 1.山楂 山楂只有刺激子宫的作用。 怀孕前三个月的时候孕妇随着口味的改变,容易吃一些酸口味的食物。 1.一定要切记,1点山楂最好别吃,容易到床子宫搜索,发生流产的后果。 2.大闸蟹,螃蟹是无数人的最爱。 但是怀孕期间的孕妈咪最好要记住,螃蟹性含,容易让孕妈咪发生剁胎的风险,所以千万别冒风险吃它。 3.马齿馅 现在这个季节是吃马齿馅的时候,很多孕妈咪很喜欢吃马齿馅炒鸡蛋。 殊不知,马齿馅具有刺激子宫的作用,容易造成滑胎,危害腹中宝宝的健康。 所以最好别吃马齿馅。 4.一米 怀孕期间的孕妈咪在孕妻喝中,喜欢放一些桂园和一米。 殊不知这两样都是对腹中宝宝不利的食物,依然对子宫平滑肌有兴奋作用。 可促使子宫修索,因而有诱发流产的可能。 所以说一米最好别吃。 以上四种食物对孕妇特别的不利。 所以说最好不要吃这四种食物。 怀孕期间的孕妈咪一定要牢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放文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